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曲 這邊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凱拉這張卡片 那要說怎麼獲得這張卡片呢 首先你只要通過 虛影世界的 英靈時代 也就是大家畫面上所看到的這個地方 全部通過之後呢 點擊中間這邊進去 最上面這裡進去就會出現 這個關卡叫做不會終結的詛咒 那你只要通過這個關卡呢 就可以獲得 凱拉一張 那它是可以無限進入的 那只有在每個禮拜二才會開放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 那以下是我個人看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首先這張卡它的主動技 它的隊長技部分 不是特別突出 所以就不講了齁 七星卡片 空間是22 那主動技才是它最重要的 而且它的三維也是還不錯的 主動技 原之記憶 自身不能發動攻擊 暗符石兼具 50%新符石效果 並將移動符石時觸動的 暗符石轉為暗神族符石 那這技能還滿多種的 暗兼具 50%效果 就是放在很多隊伍裡面都非常好用 可以增加 然後移動符石 然後移動符石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增傷 而且它就是類似一個巫女的效果 開了就是會一直在 那我覺得放在 暗神族隊裡面都還不錯 隊伍中的不射二神 若姬跟亡靈石骨 若姬追打暗屬性攻擊一次 反正就是有 然後轉過的若姬齁 只要跟他一起放在同一個隊伍裡面 若姬就會追打一次 因為他開了技能之後 凱拉本身是不會發動攻擊的 所以說他如果跟若姬一起帶的話 效益是最高的 不然就是會有一個副作用 小小的副作用 就是他本身不能發動攻擊 假如說你沒帶若姬的話 他本身是不能發動攻擊的 所以最好是跟若姬一起帶 就可以把負面效果減低到0 然後效果會在關閉此技能或死亡後消失 然後重點是 這張卡他可以隨時關閉 就像我們的山巫一樣 那他如果關閉的話是沒有減CD的 山巫是有減CD嘛 那這張卡他是沒有減CD的 也就是說如果在CD2的時候關閉 那他CD還是2 就是兩回合後才可以再開 但是可以開關這個已經算是蠻佛心的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那技能的話滿技是CD6 非常的短齁 那可是技能要 計15就是 你可能要刷到2才有辦法滿技 那我是直接給他吃鳥 因為我實在是藍的刷 那CD6非常的短 我覺得 以這樣的技能來說 CD6還滿靈活的啦 雖然說沒有減CD 但是 這個CD非常短齁 還是很好用 那我個人覺得他非常適合放在 北歐 放在暗北歐裡面應該就是無庸置疑啦 因為頭尾兩張洛基嘛 然後放他進去剛好都是暗神族 都吃得到他的 暗神族的 阻止傷害 然後暗又兼具50%星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放在北歐 裡面當一個MVP隊員 然後蛇夫的話也不錯 因為蛇夫 如果說你有帶雙子的話 你放凱拉進去 但那個神族符石 也是可以增加雙子的傷害 我覺得 如果你不知道要帶什麼的話 也是可以把凱拉放進去蛇夫座裡面 也是一個不錯的增傷 而且又會有一個 反面上就有星跟暗都兼具星嘛 那我覺得蛇夫的生存力 又更高了 然後月弩隊 月弩隊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因為月弩隊他都是暗神族居多啦 所以說你放這張進去的話 生存力大幅提升 然後他的暗神族 朱子又可以有效的增加 這一隊的傷害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 然後呂布的話 我覺得 因為通常現在呂布都會放雙子 你放這張進去的話 他可以增加 痾 雙子的傷害 然後 又可以增加呂布隊的生存力 因為呂布隊 最大的缺點就是 回復力 太低 那這張放進去之後 應該可以改善呂布隊的生存力 那最後最適合的 最後適合的隊伍 我覺得 阿提蜜茲 就是暗希臘也不錯 因為暗希臘其實他的隊員 也是神族居多 那放進去的話 可以讓希臘的回復力 再更加提升 雖然說他原本就已經很高了 但是如果再放這張進去的話 就可以突破天際了吧 然後暗神族 又可以增加暗希臘的傷害 也是 不錯啦 雖然說希臘 他是 要靠這個天降的珠子 天降的珠子就沒有 就不會是暗神族 但是我覺得 凱拉還是一張不錯的 暗希臘隊員 因為 如果說打一些 翼補盾什麼的 毒龍什麼的 你放這張進去的話 應該就會變得非常的輕鬆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推薦大家一定 至少要打一張 如果有玩北歐隊的話 更是需要一定要打一張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下角也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